明星期間 各位觀眾早安 歡迎收看朝早天氣報告 我是楊堪然 現時廣東河岸正受到一股偏東氣流影響 在偏東風的形勢底下 今早早各區的最低氣溫 介乎在18至23度之間 天色方面由衛星雲圖看得到 基本上在華南河岸地區 現時雲量不太多 實際上看香港的情況 亦見到天洞上的雲開始消散 開始見到有陽光 所以測今日的情況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氣溫最高還會去到28度 雖然今日立東天氣一點都不涼 但我們看回比較大範圍的天理圖 就看到其實冷氣已經可以開始 北方在團積上來 預計會有冷風形成 並且明天就會橫過廣東沿岸的地區 隨後那兩三天和相關的東北高峰 就會為廣東沿岸地區 帶來一些顯著較涼的天氣 同時冷風過境時 亦會再次將雲和雨區帶回沿岸的部分 所以與期戒時日頭氣溫都不會升得很高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星期二雖然部份時間仍然有陽光 氣溫日頭的時段亦比較高 但特別留意隨後那兩三天會有明顯轉變 我們預計隨後那兩三天將會顯著較涼 所以提醒大家到時上班上學 最重要是多加一件衣服 《香港天理》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 拜拜